但是我有問幾個我的帥哥的朋友 他們說這支很適合在那個的時候 擦 尤其是你遇到你的跨學的時候 它身上有香香味道 我的天啊 這... 太棒了 嗨大家好我是V 今天這期是一期很黑手的影片 對因為我今天要來介紹 我自己本身私底下很愛用的幾支香水 要推薦給大家 這幾個香水基本上就是 很多身邊蠻厲害的那些姊姊 他們也是聞到就是會問我說 欸這是什麼 然後他們自己也會去買 所以今天這期其實是有一點像是 雖然說我本身就是很常被人家說 我自己本身就有提香了 但是我自己還是一個非常愛噴香水的人 因為我覺得味道是你自己可以創造的一個小空間 不管是你心情好或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創造一個小空間在你周遭的一個很近距離的範圍內這樣子 以下這些都是我長期噴下來 我自己覺得很推薦的幾支香水 今天會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推薦給大家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支就是 Tom Ford 的一支非常中二的名字 它叫Fucking Fabulous 這支香水的味道就跟它名字一樣是 非常衝突的一支 但是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支很多人覺得它很臭 但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歡那種皮革味很重的香水 然後這支的基調就是 是非常沉的 木質香跟皮革調 是一種很沉穩的味道 前調有一點點複雜 然後這支整支我自己認為它 別人的感覺就是有兩顆 也很關但不可卸完顏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你出去玩啊 夜場的時候 或是你去開會你去報告 因為這瓶的味道就是蠻沖壯的 然後不是一般人會很能接受的味道 就是會讓人覺得 喔你這個人很沉穩 冷豔的那種氣質 很適合在冬天裡面的大衣 就是噴兩下 這支我自己是覺得很適合那種 有個性的女生 然後我就說你可能 有想要走一個霸道總裁路線啊之類的 那我第二支要推薦就是 LA LEVEL加的 紅茶29 對 這支也是我噴了蠻久的一支 這支很特別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木質調中會帶有一點 奶糖奶糖的味道 然後它的糖又不是那種真的很甜很甜的糖 它那種糖是有點 從裡面散發出來一點 甜甜的味道在木質調中間 然後這支給人家噴上去的感覺就是 雖然我有個性 但是你今天可以再靠近我一點點 它是茶然後酒然後還有醃 還有糖味道的混合 很適合那種 斯文敗類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它的味道是很挑動的那種 這支真的很適合你第一次去跟你的quash dating的時候 不是那種一群人出去玩喔 是你一對一的時候 因為這支如果你是一群人出去玩的時候 就是感覺會比較油膩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跟你喜歡的人 或是你有好感的人 第一次出去然後你噴這支 它就是有一點個性 但又有一點親和力 噴下去真的會有一種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個這種 但是你可以再靠近我一點點 那剛剛那一支Fucking Fabulous就是 噢你不要靠近我的那種感覺 那前面兩支我剛剛推薦的是 比較濃的香水 那接下來我要推薦的是 一個韓國的牌子 Ardek他們家的香水 他們家在韓國是非常火的一個牌子 就是大家應該如果有看 他們擔心幾滴就知道 裡面的宋芝亞也很喜歡他們家的香水 就是脫脫的郁姐飯你知道嗎 我這陣子就是收到他們家的香水 然後我也是使用了一陣子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香水 是真的非常推薦給學生黨 或是一些可能大學生 不太喜歡那種香水味太濃 或是說你可能剛入門 然後不想要買一些 可能真的味道太重的香水 他們家真的是蠻新手友好的 因為他們家的味道不是受到非常非常的重 你懂嗎 因為你不可能你去學校 或是去那種很擠的自習室 然後你還噴那種就是 超級重味道的香水 就是別人可能會覺得很刺別 因為香水這種東西是蠻主觀的 如果你噴去學校的話 你要不要被交官發現 不然你可能會被林作的同學擺眼之類的 所以他們家的香水就是 有味道但絕對不會太重 就是可能各幾條走廊都聞到那種 如果你想要噴給自己開心 然後在離你身邊很近的一個範圍內 你創造的跟你自己喜歡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他們家的香水會是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他們家的香水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它是有兩層的 它是有水分離的 然後是完全不含酒精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噴在所有的東西上面 包括枕頭啊衣服上 然後還有你睡前隨便讓你噴都可以 因為有些香水 像是可能這種顏色比較濃的 你其實噴在白衣服上面它是會染色的 或者可能會變質的 然後可能有一些皮膚比較敏感的人 其實也不能噴這種就是 酒精含量比較高的香水 因為會過敏 而且你甚至可以把它直接放在衣櫃旁邊 你洗完衣服你就直接噴 然後掛到你的衣櫥裡面 然後你出去的時候你穿上衣服 就是會有香香的味道 你懂嗎 就是你出門就是自帶一個香味的BGM 然後我第一支要推薦的是他們家的VoidWoo 就是一支木質釣的對 應該看剛剛幾支就知道 我是一個很愛木質釣的人 那這支木質釣相較其他幾支木質釣 比起來的話不會到很衝突 因為剛剛那兩支其實是味道比較濃的 然後我後面介紹的另外兩支也是味道比較濃的 然後這支木質釣的話就是 它也是有帶木質釣的味道 但是不像其他兩支就是那麼濃 然後那麼中性可能會曬到別人之類的 它這支就是淡淡的然後很沉穩的味道 你去約會的時候你想要保有一點點個性 但又不想嚇到人家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噴這個 然後另外我要推薦的就是唐家這支最活的The First 這支就是很自然的味道 就是那種女孩子剛洗完澡啊 然後可能身上會有一點點沐浴乳的味道 就是很舒服 你有點想要抱抱 對 然後我朋友說是你夏天的時候 然後你可能早上去運動 然後你運動完回家洗個澡 然後你洗個澡開始準備要工作 你可以噴這支 因為這支有一種夏天的那種味道 可能比如說開敞篷車要去上班啊 的那種感覺 但我正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家的香水跟其他家的香水比起來 我自己是覺得偏淡一點點 但這邊有一個很好事情就是 如果你跟你曖昧對象去約會 然後你噴這支的話 你可以叫他靠得很近去吻 因為他們家的香水偏淡 所以如果 你跟你來梅充對象或是你跨出去的時候 你想要叫他吻你身上的香水 你噴他們家的就對了 因為味道很淡 你懂嗎 然後你就可以跟他說 欸我今天有噴香水欸 然後他說有嗎我聞不到 然後你就直接湊過去給他聞 你要買個手手都給他聞 我就說欸不知道你直接聞 你懂啊就 我天啊 就是 所以有點太澀 但我其實 對我用過這招 然後就真的 當下的氛圍可能就真的蠻緊張的 但我現在講稍微問用欸 反正大家真的學起來 這種小心思 是不是心機操縱 但是這一招真的是淡無虛乏 身為每一次都把自己的quash 拿下的女人 我有機會之後再來出一集 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那再來 下一組我要介紹的是 兩支白芋豆加的 白芋豆應該最近是 非常紅的一個牌子 那我真的必須說 他們家的味道真的是 都還蠻強烈的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剛入門的一些朋友 但是如果你這樣很喜歡的話 其實我覺得第一支手白芋豆 也會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然後第一支我要推薦 就是他們家的Veline Antique 這一組系列是他們家的 午夜精靈的系列 這一支的味道就是 晚上會出現的那種壞精靈 你知道嗎 不是鮮牛是 是有點壞壞的那種精靈 他們講好中樂喔 但是這支很少 因為它香草豆的煙燻味蠻重的 但比起我剛剛前面推薦兩支 又沒有到那麼重 這支聞到就是 會覺得日常是會聞到味道 但你聞到的時候你又 會知道說 欸這個人 他是對香味有研究的 因為這支不會是 一般人第一支收的那個味道 而且這支就是有 煙玫瑰跟色香的味道 聞起來味道也是 暖暖的 但又有木質調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就是用文字說明去描述 其實都講不太準 所以如果你們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大家自己可以去櫃上試試看 最後一支我要推薦的就是他們家的 De Los Santos 聖徒之聲 對名字滿中二的 但是這支的味道就是 有一點帶水果味 但它其實是原尾草 就是那種夏天的味道 也是比較chill 然後比較日常 它很適合那種就是走陽光路線的時候 擺田噴 但是它又有點神秘 很像那種就是 有一點迷霧的早晨的森林 就是你好像有一點看得清楚東西 但又看不太清楚 而且它有一個 舊家具跟舊書的味道 很像是你在木桶泡澡你知道嗎 它不像是其他我推薦的那幾支 比較兇的那些會 一直被燒起來還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很穩定然後安心的味道 那再來我要介紹的就是 他們家的固體香水 是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固體香水就是 你可以把它塗在手上 然後呢它是會根據你自己 皮膚的那個溫度 然後呢去散發然後融合的 而且很棒的一點是 他們家的這個固體香水 是可以跟其他香水疊差的 也就是說你可能買一支 你就可以擁有很多個味道 那我推薦的第一支是這個313 林蘭香 然後有一點熊熊草跟香皂的味道 但是它的後味就是 有一點草跟木頭的味道 聞起來是蠻俐落的那種感覺 這支也是聞起來很像你洗完澡 然後擦個乳液很舒舒服服的 要去睡覺的那種狀態 然後第二支也是他們家很火的一支 10312香的味道 它有點像薄薄爽生粉的味道 也是洗完澡的那種 但是我有問幾個我的帥哥朋友 他們說這支很適合在那個的時候擦 就是會讓人有一種挑逗的味道 但是它又很沉穩你知道嗎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很多場合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味道 只是說 對我有幾個朋友他們說 這個味道很適合 比較親密接觸的時候 聞的一個味道 而且它的質地是很神奇的質地耶 就是我自己其實蠻喜歡的 它提出來就是這種霧面的液體狀 但是它擦開又是很舒服 然後不會很乾然後也不會很油 就是有一種磨砂的那種質感 擦在手上就是不會不舒服 感覺有點像護手霜那種感覺 對 然後很好推開 然後推開就是味道也不會很重 整隻手就是會這種有自然香香的那種味道 那身為有一個儀式感的女生 我自己是覺得香水是我出門的一個必備的東西 就算在家懶得點傷分的時候 我其實也會跑 你可以隨時根據你自己的心情 然後呢去創造一個你自己的感受用在你身邊 對 然後最後的話我要講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好講到就是他們家的 固體香水其實是可以疊叉的 所以其實像如果我自己的話 他們家固體香水有另外一支2014木質調的話 我就是會搭紅茶29那一支來噴 你擦上去然後再噴 或是你擦你噴完再擦其實也都可以 因為29這支其實蠻甜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帶一點木質調的話 你其實就可以搭他們家的這種 就是其他味道的固體香水 然後如果是fucking fabulous的話 我自己就是會搭他們家103 就是因為剛好講到就是這支是比較甜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不想嚇到別人的話 因為我剛剛有說這支算是蠻兇的 你如果想要在兇的中間 你就帶一點點甜甜的感覺 你就可以這樣疊叉 因為這支它的味道是香水 然後跟杏仁味是非常重的味道 103的香草味道就可以讓它就是味道整個變得比較柔和一點 就是又帥又甜的那種感覺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推薦的幾支我自己私人很愛用的一些香水 我真的算是私心喜歡Edit他們家的 因為他們家的胭脂是真的非常高 這種東西就是對那種胭脂控我沒辦法抗菌你知道嗎 因為你光是把它擺在特別 你看的心情也會很好 因為它很好看 而且他們家的價格就是比起其他支 我自己是覺得親民蠻多的 很適合學生或是剛入門的一些人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次當然也有為大家爭取到優惠啦 如果對優惠有興趣的同學們 我們在說明欄上面就是有講我們這次詳細的優惠資訊 但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點就是 他們家的味道是真的比較淡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你是學生黨的話 你第一支有想要收香水的話 是真的可以嘗試看他們家的 因為價格也蠻清明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啦 真的是非常赤裸的一集 就大家都知道我身上味道是什麼了 但我真的必須說 香味真的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會是一個認識一個人 還算蠻好的方法 對 因為你根據他喜歡的香味 其實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欸這個人的個性大概是什麼樣的 然後可能我會說他可能今天想要傳達的一些東西啊 雖然說他可能有時候是五星 可能但其實有時候在我們潛意識裡面 我們五星創造出來的東西 可能也會代表著一些我們自己的心理狀態 而且香味是真的很重要的 尤其是你遇到你的跨學的時候 他身上有想像味道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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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嗯 太棒了 所以 如果你也想要更有魅力的話 說不定嘗試一個香水也是很好選擇 但大家一定要切地就是真的不要噴那種就是 咕嚨味很重啊 或是說感覺很油的那種味道 不要盲目的跟風脈 一定要去挑自己適合的香水 好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我當然還是有非常多志向 所以沒有跟大家分享 但以上就是我自己最常推的機制 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掰掰